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甫梅瑞一字9 好,9的楷書呢 筆順呢,應該都是這一撇先 看到的幾乎都這樣 那至於有些人是這樣寫,我覺得不太好啦 因為我們中國知識,由左右上而下 這樣子筆順會比較適當一點 而且看到的幾乎都是這一撇先 好,藍點就是這一個有彎折的縛 這是它的藍點 好,我們加一點點,先說進來 就是有一個代比關係 剛剛這樣代是空中滑進來 那我們現在如果讓它有一個連續性 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然後當然可以再更連貫一點點 就是真的,這裡低一點連起來 當然9加一點就是玩了,就很類似 好,然後呢,因為沒什麼好變化的 我們來看一下不同的造型 好,這裡有時候在裝飾扭一下 中鋒,然後這裡收筆不要挑起來 這樣也行 好,那至於趙孟甫這一個 我們來看,它是往下去接下面這個字 好,七筆呢,它常常在這裡折一下 好,重新來 好,然後寫方,比較方正一點點 好,那當然結合剛剛的連續性跟這樣 也是一種造型 然後把它寫圓滑一點 好,整個這樣戴下來 好,大概就這幾種變化而已 好 好 好